记得我们刚开始的那个attribute 我们也可以用attribute 也可以用样式的方式来进行指定 我们用样式 所以它长什么样 其实跟它的这个样式很有关系 直接样式就可以 直接样式用那个 看我们是系统的 系统的style下面 我们来找一找 有没有我们可以去借鉴的 这些我都不去speigh它的 找一下 widget 肯定是widget下面的prograde 这 我猜哈 这个可能是默认的 这个水平的 我们试一下 这样是我们来试一下 大家看是不是就样式就改变了 所以其实我们遇到这个新空间的时候 你看这个空间其实我用了很多遍了 但是有一阵子不用都无所谓了 我从来都不去记它这些属性的 就当你用到了的话 比方就拿这个来说 至少我 这个空间我可能有 四五个月没用过 我可能有四五个月没用过 但是你知道如果你来设计它的话 应该会怎么样的去设计它 那么同样的我们多改几个样式去看一下 Large Inverse Inverse 就刚刚那个 Small的 除了原的就是长的 好像除了原的就是长的了 所以这个也没什么好看的 无非就大的小的都问题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这个进度条 你打算给它弄多大弄多长的问题 你要不要给它撑满 对不对 这些东西你可以自己去设定 而且它这个样式在这个地方设了 它不是锁进去锁进去就改变了 大家看 就是不是原的就是长的 就这么简单 那原的一般就是我们不确定的时候 我们会用这种原的 就只是表示一个进度的一个加载 那么长的就是我们用来控制这样一个进度 比方说我现在来做一个简单的控制 这个例子我做的很简单 后面我们还会讲到我们的Progress 的Dialog 还会去讲到我们真正的在系统开发的时候 我们怎么用 怎么样子用进度 跟我们的后台线程进行通讯 对不对 所以这块的话 到时候我们先不急 包括我们后面讲那个Task 那个A3的Task的时候 也会用到这个进度 就整个大的 这不是我们的按钮吗 这按钮 叫什么Button BG 就Button BG我们还没用过 我们用一下 修Bug了 我去找吧 我们来找到刚才我们的这个 我们定一下 我们的这个ProgressBar ProgressBar ProgressBar 定一个 修ProgressBar FindViewPairDi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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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essBar 这个Ctrl加O 这个快捷键也很棒 ProgressBar 如果getProgress大于等于100,或者你不用100吧,准确期间应该用max,对不对,等于大于100,则再去setProgress为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去控制它的这样一个进度,我们一点一下地增3,那么同时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事件在里面,我们猜想它进度改变了,再怎么应该有一些事件来监控,对不对。 嗯,sorry,是我猜错了,没有进度改变的事件监控,所以这个空间非常简单,只是用来显示进度啊,就是你比我聪明啊。 所以ThickBite后面,就是我们要讲ThickBite就继承于它的,而那个就会用来去监控制感的进度。 你看,我也不计这些东西啊,主要是大家掌握一种方法。 我的脑子容量也很有限,不可能什么都计上,那这个空间太简单了,我们实现一下这个就行了。 点一下,就让它不断地递增,对不对? 就这样子了,OK。 当然你的2可以一直比1,再加个5啊,什么的,这样子让它一直跑得起。 这个就不是我们这样关心的问题了。 好,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了,不是圆的就是长的,我能不能改啊,改成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正在加载的这样一个图标。 当然可以了,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改呢? 两种方式,大家去猜一下,就至少,你要不要跟我说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第一个无用嘛,这是一个方法,然后。 就是有不同的图,一系列的图啊,不同的变,就是从没有写,没有进度到那个有进度满的那一系列的图,然后用一系列的图啊,那可不行。 你,你以为这个,这个块是一系列的图吗? 不是吗? 当然不是吧。 用,动态的去画。 你用图片啊,那你,多大呀,第二,你能,这个图能弄到什么样子? 当然是要动态的去画了,对不对? 我们猜想一下,这个地方,我如果要把这个黄色改成绿色,怎么改,是不是可以去更改它那个样式文件? 对不对? 包括在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去做的。 而且我们在Background里头,是不是也可以去设置,重画? 而且我们在样式里头,可能也能去重画,对不对? 还有就是什么呢? 我们本来就有一个什么,ProgressDrawable这样一个对象和这个属性,是不是也可以去设定一个新的? 是不是更简单吗? 所以这些东西,大家猜一下啊,条条大路通路吧。 好,这个空间,就这么简单,我们跳过了,Pass。 下面SickBar。 SickBar的话,我们看一下SickBar,我看这个地方有没有SickBar。 还是没有,我们搜一下。 SickBar的话,它是我们的ProgressBar的这样一个子机,看到没有? ProgressBar的这样一个子机,那么它要实现的一个效果,我们来看一下。 ProgressBar就不用看图了,我们看SickBar吧。 这是它要实现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主要就是用在我们在媒体播放上面。 媒体播放,我们还要去了解到它现在的进度,并且让我们这个媒体跟当前的进度相同步,而且也能够去拖它,拖动它的这个进度。 也能去拖动它的这样一个进度。 那这个你看到没有,这个SickBar可能就长得跟我们默认的情况下就不一太一样了,所以怎么样去做啊,是给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 之前我已经讲了这么多了,我没有必要每一个都去跟大家讲。 它实现了一个OnSickBarChanging这样一个接口,监听的这样一个接口,监听器,我们猜都能猜得到。 好,下面SickBar我就直接用吧。 SickBar长得要稍微漂亮一点了。 看看它的属性。 Tune,这个就是画,这个Sumb,Sumb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上头那个小坠坠,我们脱的那个小坠坠。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图这么漂亮啊。 说白了,就是你重画一个小坠坠就可以了。 就是很容易实现,其实这个功能它都不用给我们,我们都可以画出来。 好,Sumb,我们给它实现一下。 我们这里头有些什么好看的呢? 好像也没什么好看的,继续Name吧。 偏移位置,Offset的偏移位置,最大值,进度,这个都一样了。 我也给它指定一个进度,10吧,默认是100,默认的最大值是100。 这些都一样了,所以你想象一下,我把这个地方改,改一个,我再把那个小坠坠改一下,是不是这个造型就不一样了? 这个大家自己下来玩一下。 我们来,重点来看一下它和我们的Progress Bar的一个区别。 小坠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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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得大家放心 这个都是一样的 这个大家应该敲到很熟悉了 下面我们在这个onclick这 show button ctrl-o挺方便 这个之前都讲过 show button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给它改成sigbar就行了 因为它是继承于它的 所以这些都一样 没什么好说的 重点我们来看它的区别 就是它的世界 sigbar-sig 这里面有什么呢 有一个sigbar-change-listener 这个是我们喜欢的 sigbar-change-listener 里面有三个方法 有三个要实现的 这样一个回教函数 第一个 我们猜都能猜到 我们先从这看 叫开始什么 trapping touch 就是开始在我们 就是拖动的时候的 这样的一个 点击 开始跟踪的这样的一个点击 对不对 然后 那么这个就表示什么呢 我们按着是那个小坠坠 然后 刚按上去准备拖的时候 触发这个事情 这个当然就是结束 什么叫结束呢 就你拖到一个地方 把手放开了 这个叫结束 对吧 大家想象一下 它怎么实现的 实际上就是拖动 对不对 拖动 其实还是跟我忙 踏球管 还是跟我忙 踏球管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 进度改变的时候 就你在拖动的时候 每次进度改变的时候 它都会提醒你 都会提醒你 那么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要实现一个音乐播放器 我就重点说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拖的时候 是不是放开了之后 这个音乐也要跟着变 你会用哪一个方法 我们肯定 我们是不是用start和stop 那么 我不要用那个进度改变 progress change的那个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断的手放在那拖的时候 它不断的在变 你就会听到音乐 嘖嘖嘖嘖嘖嘖的声音 对不对 所以这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们给它们打个络合起 这个当然你就可以 从开始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到它的什么呢 得到它的进度 我们就toast 打了个 toast 这个地方有两个参数 我们搞不清楚是干嘛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 对不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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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事情 叫什么 progress 我没拼错 progress 找到 是不是这个 C罐 直接点进来 在另外一种档里面 progress 第一个是 当前进度改变的这个sigbar的 这样的一个view 第二个是当前的进度 当前的进度 第三个是如果 这个进度改变 是手动出发的话 是由用户来出发的话 它就是个处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到了某 到了某一个地方 它都要去监控到 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进度改变 其实这个也有一点 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当前进度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当前进度给它打出来 对吧 对 对